《啤梨晚報》 逢星期一至五 六點至八點 主持啤梨林匡正 和你分析時事 狂追猛打 這些文章到台灣出傳的 接下來我們再接一個說 這篇文章 我在人心之中 經歷過太多的事情 甚至乎這篇文章讀出來 都會有不同的人 有不同的角度 我呢 當然是一個正常的人 在正常的角度 我認為這個員工應該要私人 這個世界有很多東西是不能夠被人這樣定義 或者是隨著一些時代是真的會改變的 我們見到日本人 譬如這樣說 那些年輕人 或者那些羽紮族 或者那些草食藍 什麼都好 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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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乎有紋身 戴耳環 鼻環 什麼都沒有問題 我覺得一點都不重要 但是他也因此而這樣 可能要付出一些代價 譬如他想做一些大公司的工作 大公司不請他 或者要求他展發 你可以不做 但是呢 世界上就不會因為你一個人而改變 當然有些公司 你可以說是前進一些 它是容許到一些員工 那你就會在那些公司發展 這個就是關乎我規矩 這個世界不是為你而轉 什麼事呢 台灣的這件事 有一個老闆接手公司 家裡的公司之後 發現很多人原來不太有常識規定 他舉了一個例子 在4月遇到一個女員工 堅持穿運動衣上班 女勸不聽 開除之後呢 還告她性騷擾 令她十分無奈 這個老闆呢 在社交媒體裡 用看長盒穿衣服肯媽媽為題去發文 他說 那天8點鐘上班的時候 見到一個女員工穿著運動衣 上身穿緊板T恤 配搭下身瑜伽褲 我當然覺得這個沒有問題 但問題呢 他們公司呢 我相信是一些民職的業務 於是就問她是哪個部門的 有沒有戴正裝來換 那個女生跟她說 穿到這樣呢 因為下班下班要去健身 這個老闆就說 公司規定要穿正裝上班的 公司規定 你這樣不行的 如果沒有戴衣服來換 你現在去拿一套制服來穿吧 因為公司有制服提供的 然後她沒有回應就離開了 到了兩個小時十點多 她在茶水間之後遇到這個女生 她仍然穿著運動裝 這個老闆就說 你有沒有去拿制服呢 如果你不想穿制服呢 現在給你駕駛吧 你回家換衣服吧 接著就打給人事部 就叫人事部準備警告 warning letter給她 信中呢 就一樣是最列明要她 要不就她拿制服 要不就拿公假回家換衣服 就重新公司規定 即公司的章節裏面 官公是要穿制服的 即是要穿正服的所謂 下午見到她 她一樣沒有換衣服 老實說 如果以前我們這些 我要打吧她 於是乎 上前準備重新規定的時候 女員工怎知一見到就說 為何一定要我穿那些衣服呢 我又沒有穿衣服自由的嗎 老闆就說 那你來上班的嘛 如果這個是健身房 或是你私人時間 我沒有意見 但這裡是公司的 我們規定要穿正裝的 沒有人會穿沙灘褲 或比堅尼來公司的 公司又不是沒有制服 我亦都給你回家換衣服 但你就選擇要製造規矩 她說 如果下次再這樣 我就不跟你說認證 好了 過了兩天 她又遇到這個員工 那個員工就穿比堅尼運動族回來上班 比堅尼嗎 上面呢 比堅尼 還要穿一件C夫 即是外面穿一件C夫 老闆就認為 她又挑釁了 瞬間大火 直接對她說 你不用回公司了 直接去人事部 即是人事部到便利即丹 那個女員工可能沒有想到老闆玩真的 直接在大廳裡爆哭 去到人事部一直在哭 一直道歉 說需要工作 不會再犯 這個老闆就說 你下一間公司不要再犯了 這間公司就沒有幫你 幫你不了了 原本以為這件事就此落幕 怎知道公司不過了很久 收到勞工局和警局的申訴 說他們惡意解僱性別歧視 這個她都意料之中了 所以一早就發務部準備好資料 怎知道原來警局那裏還說她性騷擾 故意在同署一個密實空間 還說我跟她說 你以後再給堅尼上班 就最正額地說 她說 不過幸運 公司到處都有監視器 而且還有錄音 所以她是沒事的 她只不過是說 為甚麼 一間公司的制度 不是強制的 首先是你的制服 原來每年是有品牌選舉 女生亦都可以有服裝 或者裙裝 如果你不選擇穿制服 是可以穿正裝的 他們所謂的正裝 OK 懷孕也有提供人服裝 跟衣室也有婚男女 根本沒有人丟爛她 為甚麼這個女生堅持要這樣呢 我相信你也遇過這些人 其實是沒有道理可言的 這些就是好自我 自我多個點 我不想說 我想大家 其實這個世界是有這些人的 是有這些人的 說真的 公司規矩多不對也好 你真的可以選擇不做 而且這些規矩都是有合理的 不是不合理的 又可以讓你去拿制服 你不喜歡穿 又可以回家換衣服 但是有些人就是要這樣 到一出事的時候 又一哭而鬧 真是沒有彎轉 無告 甚麼東西都齊 不少的這些人 我告訴你 我們的網友不知道 可能有些人說 那是嗎 穿甚麼 你阿波齊都會這樣想你的 他的角度 那你譬如你去 麥當勞封閘 他都要上班去做制服 是 都要做制服 其實現在已經進步很多 你一般臉下摸 甚至男生雜鞭 很多公司都給你的 但他都要你穿制服 是吧 好了 深夜代表長波 西班牙定對法國 你問我 我當然是希望維護足球正義 當然是西班牙入決賽 尤其是他有這麼多年輕人 相對年輕很多 世界有沒有正義 但是呢 講預感 我猜呢 我猜法國贏 你還要這樣想 不想要念 迪金斯 你不喜歡就不要看 不要這樣看 嘩 嘩 嘩 他真是嘩你了 你真是厲害 老實說 你繼續這樣搞下去 好像哪個 嘩 那個什麼 現在帶 烏拉圭的教練 之前教列斯 我叫什麼名字 就是那個大師 戰術大師 比爾沙 比爾沙 你繼續這樣搞下去 足球規矩 規例 賽制 他遲早沒有人看 我認同 如果你好像金戒這樣 其實真的 你不是我 真的不好看 雖然不是第一次 如果你說16隊 那些血球兩隊出來 是不是刺激很多 你不會說 一贏三分 就都放弄了手腳 OK 好了 那些規矩 老實說 有了VAR 還有爭議 有時候那些人不明白 有些人不明白 有些人不明白 那些人不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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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龍門 是不是有沒有動腳 你始終這樣搞 真的 沒有了熱情 真的 越來越少人看球 但不要說那道 你禁攻你足球 說真的 我再說一次 我跟金燒華姐 收府基的支持者 如果他們是計算之中的 打出這些防範足球 沒有問題的 那些以前的德國佬 門難足球 很明顯他們不是 他們的問題是沒有戰術 這下才是大的 那當然 總括來說 法國所有 如果有這麼多場比賽來說 其實他們是沒有英格蘭那麼悶的 英格蘭是上場好的一些 上場好的一些 但是 連法國那麼悶 都沒有他那麼悶的 人家都會有 下底線 他不下射門 那你說足球是否這麼正義呢 不知道 我希望是 那就是 我有個恐怕 不單是法國出線 到英格蘭 不是啊 明天才說 法國今晚 可能是有一個 你覺得挺奇怪的比數 不是啊 是真的二三比零這樣吃他 不就是他突然打回好球 他打得起就是這樣 因為他真是高 你問心數人 你就算不數密巴比 喂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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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說西班牙對荷蘭就比較好看 但那邊我一定是捧英格蘭的 英格蘭今晚運 我覺得今晚不是十二碼 發覺會出線的 90分鐘或120分鐘之內 真是贏波 因為去到最關鍵 但我又見不到他們有什麼協場 我這班年輕人 西班牙他們很好 又沒有什麼協場 你想想上次捉住德國 都差一點脫不了國 所以我覺得法國 我都是90分鐘完結 90分鐘就完結了 2比0 3比1法國贏 2比0 3比1 2比0 3比1 2比0 3比1 其實說真的 你回憶上界世界杯 上界歐洲博家杯 基本這對球 他真的很強 不知為何踢成這樣 是不是沒有好巴 還是怎樣 你玩不到這樣 玩到這麼危險 玩到射十二碼 是不是 你玩到射十二碼 我就 你這麼高 我沒辦法 所以難說難說 真是拼冷 我去玩到射十二碼 別安排了 快回家 撞到射十二碼 吃個明星臉 看完就天亮 糟糕 他一個不小心 十二碼 搞到路 搞到路 搞到六點 全家產 四點多 那些碼都出來跑 行機 快跑 真的很嚴重 所以早点休息 明天再说拜拜